大家好,我是茉莉芬芳 在家居摆设中,一定要避免放置以下八种不祥之物 否则会影响家里的能量和磁场 对家人的身心健康产生不良影响 第一,干燥花和塑胶花 枯木干花,顾名思义,是指已经失去生机变得干燥的植物材料 这类物品虽然可以作为一种装饰元素 但过多的使用,容易让人感受到生命的凋零与消逝 进而影响居住者的情绪与心态 尤其是在卧室或客厅等经常活动的区域 过度放置枯木干花,会让人产生压抑和沉闷的感觉 不利于营造和谐温馨的家庭氛围 同样的,塑胶花虽然能够长时间保持鲜艳的外观 但它们缺乏真实植物的生机与活力 在家中大量摆放塑胶花 不仅无法带来自然的气息 反而可能让居家环境显得过于人工化单调 此外,塑胶花还可能释放出一些有害的化学物质 对居住者的健康造成潜在威胁 如果想要增加居家的利益和生机 可以选择一些鲜活的植物来摆放 这些植物不仅能够净化空气、美化环境 还能够为家人带来愉悦和放松的心情 2.动物骨头和外形凶猛的摆饰 动物骨头以及外形凶猛的摆件 在风水学中被认为带有煞气 会对居住者的运势和家居氛围产生不良影响 首先,动物头骨,尤其是大型野生动物的头骨 往往给人一种凶猛阴森的感觉 在家中摆放这类物品会增加家中的黑暗气息 同时,这种强烈的视觉冲击 也可能对家人的心理产生压力 影响情绪的稳定性和生活的舒适度 其次,外形凶猛的摆件 例如獠牙、利爪等等 同样带有强烈的煞气 这类物品通常与战斗、杀戮等负面元素联系 容易引发家中的不安 和冲突 长时间接触这类摆件 会使家人的性格变得暴躁易怒 对家庭关系产生负面影响 与此相反 可以选择一些寓意吉祥 造型优美的摆件来装饰家居 例如摆放绿植、水晶、书画等 既能够美化环境 又能够提升家居的气场 以猛兽为主题的画作 也带有煞气 并非每个人都适合在家中悬挂 这类画作中的凶猛动物形象 例如狮子、老虎、龙等等 虽然具有威武勇猛的特点 但同时也带有强烈的攻击性和威胁感 在家中长时间面对这样的画作 可能会让人的心情变得紧张、焦虑 甚至产生恐惧感 对居住者的身心健康产生不良影响 风水学认为 居家环境要和谐宁静 充满正能量 而带有煞气的凶猛动物绘画 会破坏家居的平和氛围 导致家人之间的关系紧张 容易发生矛盾和冲突 因此在选择家居装饰画时 应该尽量选择寓意、吉祥、画面和谐的画作 如山水、花鸟、人物等 以营造一个充满正能量的家居环境 4. 骑行怪状的石头 近年来骑食收藏成为一股热潮 人们热衷于收集形状奇特美观的石头 以满足猎奇心理和美感需求 然而将石头摆放在家中 很可能会带来一些不利的影响 石头性属因 作为大自然的产物 经历了岁月的沉淀和天地精华的滋养 当我们把本属于大自然的骑食捡回家中摆放时 它们依然会吸收周围的精气 长期下来 这样的环境会导致身体虚弱 不利于家人的健康和运势 因此对于骑食收藏爱好者来说 大型的骑食最好选择户外场地进行摆放 一来能够充分展示它们的美丽和壮观 二来也避免了对家居环境的不利影响 对于小型的骑食 也不建议将它们放置在有人住的房间内 以免对居住者的健康产生潜在威胁 5.人形恐怖公仔 人形恐怖公仔由于其面目猙獰的设计 容易给家中带来不良的气场 招惹小人添乱 使家人无论做什么都感到不顺心 因此对于喜欢公仔玩偶的朋友们 应当慎重选择 避免将这类有煞气的物品带回家中 这类公仔通常带有一种来者不散的氛围 一旦进入家门 便可能为家人的运势带来负面影响 长期摆放更可能使人精神不振 严重者甚至可能因为惊吓过度 而导致身心健康受损 建议选择那些温馨可爱的公仔作为装饰品 他们不仅能够增添家居的趣味性 也能够为家人带来愉悦的心情 同时也要避免在家中摆放过多杂物 保持空间的整洁与宽敞 让正能量得以流通 来历不明的古董 来历不明的古董器物在家中摆放时需要格外谨慎 尤其是那些可能来自刑场或其他不祥之地的古董 更是绝对忌讳在家中摆放 这些古董器物往往承载着复杂的历史背景和未知的能量 可能会对居家环境造成不良的影响 甚至对家人的身心健康构成潜在威胁 此外许多古董古物都出土于古墓之中 古人去世时多采土葬方式 其中不乏因疾病而离世的情况 这些古墓中的古董和器物 在长时间的埋葬过程中 很可能仍然残留有病毒和细菌 如果确实对古董收藏有兴趣 应该选择正规管道购买 确保古董的来源清晰合法 并且经过专业的消毒和清洁处理 同时摆放古董时 也应该注意与家居环境的整体风格和氛围相协调 避免过于吐雾或阴森的感觉 7.常年不用的破旧器物和衣物 常年不用的破旧器物与衣物 会占据家中宝贵的空间 不仅影响家居的整洁与美观 还可能产生不良的气场 因为这些物品承载着过去的能量和记忆 如果长时间堆积在家中 容易使家居环境变得沉闷和压抑 对家人的身心健康产生潜在影响 因此即使整理和丢弃这些物品尤其重要 对于那些破旧 但尚具使用价值的物品 可以考虑将其送给需要的人 这样既能够减少浪费 又能够传递一份温暖 如果找不到合适的赠送对象 可以将其放置在相对干净的地方 让有需要的人自行取用 这既是对资源的合理利用 也是对他人的一份关怀 宾器因为其独特的造型和用途 往往带有浓厚的杀气和雪光之气 尤其是古兵器 往往承载着丰富的历史背景和故事 这些故事背后可能充满了战争 争斗和血腥 长时间接触这类物品 可能会让人不自觉地联想到这些负面场景 进而影响心情和思考 此外 古兵器的尖锐和坚硬 也可能增加家中的安全隐患 特别是对于有小孩的家庭来说 更需格外注意 如果确实对这类物品感兴趣 可以选择将其放置在专门的收藏室或储物间 避免与家人的日常生活空间接触 同时也要注意兵器的保养与安全 以防止意外发生 总之 居家环境的营造 应以舒适和谐安全为原则 不要引入可能带来负面影响的物品 并且避免过于追求 新奇或奇特而导致的不良影响 只有在平衡和谐的基础上 我们才能享受美好的居家生活